觀眾朋友好,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南島新聞 林愛鄉是全國學位素材重要的選項 今年素材文書量代表高清獨 不過為在南鳳川的賣家集會場 內部空間是不俗 建造辦公室勞固,而且也沒有變速 嚴重影響到農產文書的考慮以及工作的品質 南島管理口修華聽說林愛鄉農會幹部後 答應病歷三百萬的經費康徑解釋 人愛鄉農會賣家集會場 一年要負責運銷高清獨的素材最高 但是內部空間不俗也沒有變速、處定的流 種種的問題,嚴重影響到農產文書的效率 和更多環境的品質 場地也確實是比較老舊了 不只是會漏雨,而且空間非常的不足 辦公室也缺乏了盥洗的這些相關的設備 所以很多的民眾包括我們的司機 我們的辦公人員如果要化妝室 還要到我們鄰近的加油站 那確實是非常的不方便 最主要的是在我們很多的這些大卡車 如果來到我們門口要卸貨的同時 我們的空間比較不足 那常常警鈴省道就會有很多的這個比較危險的車禍 偶爾也會發生 人愛鄉農會提出更多的機會 大家需要四百萬的經費 希望增加集會場25%的空間 並且增減辦公室的空間和公共便所 改善促進樓庫和和方便的設施 人愛鄉農會在過去八年來 全國的運銷量都達到前三名 尤其每一年的運銷量達到九千噸 那可以說在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尤其人愛鄉的鄉民有八成是農民 那我們的夏季蔬菜的供應量 不僅從市場以外 那我們因為這樣一個量造成我們這個場地的不足使用 那為了一個保障我們的農民 保障我們的消費者安全各方面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擴大這個更新 改建這個地方 讓我們的農民或是讓我們的出貨 都能夠更加的順暢 為了要幫助人愛鄉提醒農山運輸的效率 以及工作環境品質 南東官議員任天立 向館長來擎出建設建費 那這次我們有請我們的縣長 還有我們公所 他一起來幫忙來協助看看 那主要是希望我們整個集貨廠做個改善之後呢 能夠讓他的集運的那個效率能夠拉高 400萬的庫建建費 庫館長答應補助300萬 由人愛鄉農會配合100萬 希望未來幫助人愛鄉提醒農山運輸的效率 以及改善更多環境品質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道